老舅都来了 我们一起玩一下 摄像游戏吧 可以 按照义这个孕角接龙 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 我觉得就是别要求的太 我这一准备再压不上 就更难看 不如急性压吗 好 可以 好好来 我都不懂 那个义为孕角 别有什么字是义 去 我们简单点 我们简单点 义 我们就以义吧 义还是有一些字的 就是 利 密 利 我不能把这都交给你们 还说啥了 交我们也不会啊问题是 下一二百可以 好 对 从天真开始吧 好吧 展开收收横给利 因为这里有杨利 这里有杨利 你可不要生气 哦 可以 你不要生气 知道我们背后的 boss 非常的神秘 背后的boss 很神秘 其实boss 也不容易 啊 可以 是不是 过了 其实boss 也很不容易 就跟我很容易 哈哈哈哈 这不是太压力吗 这是重复对不对 其实boss 也很不容易 跟我一样我也很不容易 那也不行 boss 不容易你就不同意呗 就完了就可以了 啊 啊对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不是个色味吗 希望希望你铭记 嗯 我更渴望投喜 是不是这样了 这样 就敢接受了 呼呼 我们铭土吧 铭什么土 铭土 你许是有点 我想跟你 你一点都不土 我想跟你跳舞 你是有点粗鲁 看着大家中暑 我们 我们是一族 我们特能吃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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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们有感情基础 哈哈哈哈 四个姐妹让你中暑 啊 哈哈 我们的事都是杨天真做主 哎呦我的 哈哈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求求你们了 哈哈 就是这些 我知道嘛 我要坐你身边一堵墙 我们一起去搞漫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个有点胡来 哈哈哈哈 哎 今天来到终缅日上 哈哈 我的心情就是想唱 你也知道吗 哈哈 这里的东西都非常棒 哈哈哈哈 哎我觉得 我觉得布亚云 加上这个手势 也还可以 随便可以说 哈哈 太难受了 你知道吗 太难受 难受 可以随便说 可以无限说下去 只要加上这个手势 就是你知道 我可以随便flow 你知道我是 我是什么感觉吗 就是感觉对方的便友 完全没说这个 没说这个便提 一直说 一直说 我不管你怎么想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哈哈哈哈 我就说他适合 快点带我离开这个节目 我想好好活着 我刚才那一套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闹 觉得你现在的问题很搞笑 现在我们都回答你不要 我们就想回去睡觉 哈哈 你你知道 认识易老师 我认识易老师 我们之前不是见过吗 在笑过录节目 是见过一次 然后我是 傅老师第一次见 我先带一个小彩蛋来 哦 就是 给各位 小小摇蛇那么一段 根据各位的名字 我就一人写了几句 说得好说得坏 我先打个招呼 别生气 别生气 不申请 不申请 来 AKA 杨天真 我立志是天生 穿着大妈女装 娱乐圈极西岩峰 把自己当回事 这问题不艰深 都给我好好沟通 别比姐变深 哇 对 对 对 其实都得根据大家的 平时的感觉来 对 到你了 你把你这段记住 好吧 好 我教你啊 嗯 这里是杨丽 永远洋气 保持强力 我给你氧气 我是老天给效果文化的奖励 脱口秀推土机 都别来抢气 哇 哇 我知道好精彩 这里是杨丽 永远洋气 保持强力 给你氧气 我是老天给效果文化的奖励 后边那个是我之前 我们录节目 我给杨丽起的 AKA 脱口秀推土机 对 你特别猛 哇 塞 等我了 等我了 要 这里是AKA 副手腕 家住通舟不住手腕 想跟我变略 先去喝瓶漱口水 因为姐代表七八说的 户口味 三鸭 漱口水和户口味 可以 来 听我的 你老直这个 千万别生气 感觉不是什么好话 我生气了已经 没有 没有 其实就是 因为之前咱也没那么熟 可能写的有点刻板印象 有点刻板印象了 现在感觉 就想听刻板印象 来 哎呀 这里是AKA 一粒精 不是全宇宙最冷酷 我是最冷静 想在访谈里跟我来个硬碰硬 一针间鞋 姐妹帮你治大病 好 好 可以啊 她的鞋子很好 超大 这是我看易老师访谈的一个感受 就是实现实 我本来挺忐忑的 就是因为 我觉得不管是艺人还是各个行业的 同时能跟你们四位女性一起聊天 还是真的心里得嘀咕嘀咕 过来不是说你会说话 没有 我会说话 所以你来表达的意思 跟前面几位嘉宾的其实是一样 但是她说让你舒坦 对 对 她说起来感觉就是 听着挺舒服 有一种被尊重 而不是被害怕的感觉 在一心娱乐锻炼的 在一心娱乐锻炼的 张庆珍真是个好老板 笑死了 所以我们四个里 你最有 最让你有压力的是谁 最有压力的 可能天真吗 可能天真吗 我说心里话 你是第一个说他的 所有人都说他的 没有 我的头根本没有想过要往这边转 我都已经准备看他的反应了 因为天真 我们一方面是朋友 一方面还是同事 就我在他面前 其实挺怕丢脸的 就是怕自己表现不好 毕竟经纪公司老板 他一直在看着你 你应该有种要争口气的 对 你应该争口气 四个姐姐中 你对谁最好奇 她的答案是首尔 对 也好奇她怎么看rapper 对 对 答的 我怎么看的rapper 目前觉得rapper们都很拽 很清高 就是说不太理你 后来我发现他们其实是 有一些社交障碍 就是他们可能不是因为拽 所以不跟你接触 他们有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因为我后来认识几个 他们说他们也挺渴望 跟我们聊一聊 但是怎么破冰呢 确实很难 因为人家是这样的 然后你是 他们说话的节奏有一点 对 对 就是自己 你们是自己的节奏 不伸手不会说话 说话 我感觉一直是这个节奏 我不知道怎么加入进去 对 有很多说唱歌手 他们就是年轻 说白了还是很年轻 因为我上过很多班 就是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聊天的经历 包括年纪也在这 他们就是 平时周边的人都是这样的 然后忽然跟一堆很正常的人 在一起 他就不会了 真可以用正常这俩字 可以 那当然了 那你们不正常 不正常的点在于 不会回答你这种正常的问题 忽然开始 忽然开始了 忽然开始了 到处战斗状态了 我发现我就不能跟他对视 我就 太吓人了 还是更怕你 刚才还说这气氛一片祥和 最怕姐姐和你聊什么 老舅显得是浪漫 哎呦 我天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 我太太评价我 就是不懂浪漫 你不是挺浪漫的吗 没 我说心里很亏欠 我有两年都把太太生生给忘了 我媳妇就说我 当然她不是很正式的 说你就不能浪漫点 就是有的时候送个花 也无非得送那么贵的东西 对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被点醒了 所以就是有时候男人不懂浪漫 女性是要带领他们的 或者是要把话说破的 是不是 对 不能期待男性自动懂 对 对 而且我说老舅是真的是不懂 那有些人就是懒 懒懒 那也不是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 懒的弄啊 有些人 那我觉得有什么不懂的 网络不发达 你看没WiFi吗 就为什么什么不懂啊 杨丽为什么给他找介绍呢 回答一下吧 没有说 没有说完全不懂 老舅的汗 更多的是成为两口子之后的 一种懈怠 没错嘛 他就是被惯性嘛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就是如果有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你写的是委屈 嗯 委屈 委屈 我想了好几个 刚开始想的是野心 我还挺有野心的 还想好好干 心里有很多欲望 然后 但那也不是我真的自己 最后想来想去 就上委屈这个词了 觉得有点委屈 哪方面 形容自己的话 各方面 就是从小的性格 就是以委屈求全 特别愿意 把自己真正的欲望和想法 隐藏起来 但是我小的时候就 比如说我很喜欢吃一个菜 我家就是带的菜少 饭多 我就不知道输 我每次都不输 我就使劲吃大米饭 然后就吃成现在这样 就我不知道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你不会表达不满意 我不会表达不满意 我到了高中的时候 特别想一考 我就想当主持人 我那个时候就很想 踏入这个行业 我还去参加过 快乐男生的海选 快乐男生的海选 太快乐了 快乐女生 来吧 鸡可掌 下次有男孩去 原来你俩就是 快乐男生和快乐女生 快乐男孩女孩 现在是快乐老舅 快乐老姨 快乐老胡 老胡 简直 然后就 当时我母亲都不同意 她就觉得这以后找不到工作 也是一种关心 关爱 然后就 我当时不理解 你抗争过吗 对 然后我就写歌 就自己写歌呗 就这也算另一种抗争了 然后再到现在真的成为艺人了 可能就也没有那么渴望了 我很珍惜 你现在有委屈能表达了吗 我现在也还是不是太会 是不是一定要别人启发你 或者比如说我不断地追问 我说有什么话 只说我鼓励你 你才能说出 我媳妇就一句话说 你老指望全世界都懂你 谁能懂你 就你最懂你自己 我一想好像也是 是 那我就试着说一说 听起来你媳妇挺懂你的 对 是啊 要不咋说是两口 我觉得她媳妇是她的精神支柱 妈呀 都整成精神支柱了 老舅近期的一个目标 是考主持人证 对 我近期的目标 也是考主持人证 你俩 真的 这么快乐女孩 怎么回事 一见如故 怎么回事 相逢不难 杀青瓜 近似的人生轨迹 哪天咱俩 一人一瓶小啤酒 好好捋一捋之前 童年的成长经历 我现在在思考 我对自己的评价 是不是委屈 我觉得 不是二人 我觉得你是委屈 是吗 会吗 我觉得 委屈这个词很适合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代表我们 我们其实现在想开了 就像你刚才有句话说得好 就知道自己挺委屈的 曾经委屈过 现在想发说 对 而且她说她现在的生命状态 是委屈两个字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她其实她讲的那个词 其实也不是那种 就曾经没有冲破过 某一种自己想冲破的东西 基本上还是比较循规道具 是不是 这个如果说有对标 谢谢 你开启 谢谢 有对标的话 你就非常好理解 你看 比如说天真 天真她就特别的 就那个意思 不是可怜的意思 对 她很容易很直接的让你知道 哦 我要干什么 我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什么 我不委屈自己 对 我们就有的时候不会 觉得会给别人 可能 我说这样 你会不会考虑太多了 对 我说这个 会不会觉得我事儿的错 我说这个会不会觉得我矫情 我说这个会伤害到你吗 其实没有什么 真没想到我跟宝石老舅会很像 我的委屈感 非常非常弱 我只有谈恋爱的时候有 我会有 就我会顾虑就是说 这样说的话别人的感受是什么呀 你完全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 那我想问的是 如果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委屈感 一旦爆发是不是也特别激烈 就是很激烈 所以我很感恩说唱 然后我也因为说唱 获得了很多以前没有过的自信 这些委屈就消解掉了一部分 但是它是我一生都摘不掉的标签 因为你很多事已经错过了 很多选择都做过了 很多时候你这个内心 你不可能再常开第二次 所以就是 包括现在很多时候 我特能理解 他刚刚有一个点很触动我 他说他后来真的当了艺人 他很珍惜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渴望 我特别理解 就像我小时候 都特别想要一个洋娃娃嘛 就后来我特喜欢买洋娃 我长大以后 作为对自己的一种补偿 补偿和一种报复 但是它不是那种意义了 就是对你来说你知道的 是吧 错过了 我也有 我就是 你说哪个男孩不喜欢球鞋 当我有一天我有钱了 我发现我不喜欢球鞋了 我再也不喜欢球鞋了 我喜欢穿皮鞋 我觉得自己老了 也觉得自己再也错过这些东西了 事过境迁 然后你可能后来你也得到了 但是他的那种喜悦 是没有当初那么强烈 是吧 你知道有个剧作家说过一句话叫 喜悦在通往喜悦的路上消失了 那你现在想要什么 我现在想要什么 我现在就想像杨天真老板一样的 帅心而为吗 不想帅心而为 因为我就知道自己是那样 你也变不成那样 对 其实曾经我们有帅心而为的机会 但是我们一次次向现实妥协之后 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 不会 也不会 也不会 我俩是 真的女孩我才遇见你 真是傻 你们在不同的人生体系上 呈现了相同的波动 我像啊 世界上另一个我 真的 好奇怪 我还报名过奇葩说的 真的 真的 你还报名过奇葩说的 报名过我 我还给一些节目组投过稿 试过当过编剧 都失败了 你失败告终 最近对什么事物很感兴趣 拍戏 对 和你啊 你俩真的好多地方都一样 还要过 对 我们俩很像 你也是个说唱歌手 你想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演过了一节 演得很好 你也是个唱歌手 他也是个唱歌手 你们都是rapper 我可是个 除了 哈哈哈哈 哎 是个唱吗 男人最好的一美 哈哈哈哈 你觉得非常好 真 真的喜剧演员的节奏 他有一种 邪魅的丝滑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演演也不敢当不敢当 哈哈哈 演 我希望就是跟自己 你本人 差距大 生活经历 有一些差距 但可能性格 或者形象上接近一点 你比较好入手 但生活经历 如果稍微有一点差距 你会 重新体验一次 对 另一个人的人生 易老师演过戏 好多戏脚他拿 试试呗 肯定让你去里边提问 是不是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愿意去拍一部认真的喜剧 真的 你要你愿意拍是吗 你又想挡了是吧 对 我可以写喜剧 你认真的吗 你认真的吗 认真的吗 是吗 这里面提到一个就是你 上次情绪失控的时候 情绪失控 那你自己说吧 就是 我录那个 录的总决赛了 然后就是我家里人 他们想去现场看 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就被告知 就是只可以进三个人 然后我的家人就没进去 就是要守规矩 那你只能进三个人 连着工作人员就仨人了 就他们等着第二天再去 告诉我们可以去 结果到了第二天 他们把那个给的工作证 全变了颜色了 就不让进 我就很生气 我就问那个同事 他也在忙其他事 他就回了我一句 已经在 我已经在沟通了 但是我非常生气 我第一个生气就是在于 你说我跟这节目 一起录了几个月了 家里的人来看看 总决赛都这么费劲 第二个就是 他还是一种工作状态 对于我而言 我说我们不是也是好朋友吗 我家人都没进来 你咋不着急呢 你的情绪没有被共鸣到 对 对吧 就是他可能是真的在解决 但是他没有把 他这个解决的过程同步你 他表达出来是这种淡淡的语气 这个东西反而激怒了你 对 但好多人其实你完全都不知道 这个事 你录了一季 谁知道你家人要来 谁认识你家人呢 而且都在忙 总决赛那么忙 谁有工夫管你家人呢 因为你自己会感觉很委屈 所以这个委屈是一种被忽略的 对 感受对不对 最后也没进来是吗 进来了 只不过说真的大家太忙 没有人有时间去顾虑你这个事 你自己很当回事 不是 他 我觉得是他的第一时间 他要被共鸣的那个需求 没有被共鸣到 我觉得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怕家里人失望 对 其实就是家里人受了委屈 也是有点 因为我很守规矩 就是彩排的时候 我们正常来说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嘛 也没有啥 也不会泄露什么东西 然后 我们很守规矩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艺人 带了很多人来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们反而守规矩的人 要被这样对待 不守规矩就永远可以不守规矩 这是我更生气的一点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东西就揉杂在一起 整个人当天就爆发了 爆发就受不了了 我看见谁我都生气 对 你懂我的快乐女孩 你会这样吗 你会这样吗 你会这样 如果是老刘和你和 你奇葩说走决赛 不让老刘和多乐进去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如果大家都不能进 我们 是的 完全力 就是这样 就是我也是那种特别怕不公平 就是会感觉你不能这样 就是不能说我好说话 光欺负我 就像她那个意思 就是我们好说话 然后我的要求永远被忽略 对 就是会教的孩子有奶喝 哎呀 而且我最 每当这个时候 我觉得最难过的是 就逼我爆发 或者是逼我拿出那个 我也 我也不好惹 对 我要给你摆个脸 那我就自己心里面很难受 就我就是不想这样 对 不是这样的人 你看 把快乐男孩快乐女孩整股快乐了 你们想想是什么后果 好 这儿有一个问题 就如果能让所有网友记住 关于你的一个标签 你希望用什么词 然后你回答的是国民级 对 这三个字也想了半天 但是从我个人的作品 以及我的目标 我都是希望是这样的 国民级代表着通俗 嗯嗯 我觉得通俗是一种很难 很难的能力 嗯 你能把一个小众的东西 或者说一个别人陌生的东西 变成大家都能认知的 以及成为泛娱乐化的东西 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 然后也沾沾自己 曾经自己 老天爷赏了那么一下 获得过 但我不相信 人就只有 只有运气 对 我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再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做这样的事情 看我们的嘉宾来了 答案真的很不一样 我就说 呃 用努力占上风的人 会更相信努力 就是因为你拼建了权力 嗯 那那些就是 他年少成名 肯定多少是 有一些机缘巧合 他不敢 他不敢理直气壮 对 是因为我努力 对 因为他小 我不同意 嗯 我不同意 我觉得就是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 和对人生的感悟不一样 我其实是个很算是很努力的人 然后我 但是我非常认同幸运这件事 我也认同 没有讽合人 但我就觉得幸运是 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 对我来说 嗯 嗯 就哪个更多占一点 但是我觉得人就是 我刚刚想说的就是 幸运的人相信运气 努力的人相信努力 都没问题 就你得相信点什么 嗯 这个是对的 你得相信有什么东西 能让你变得更好 对 对吧 相信有什么东西 能让你最终得到自己想要的 这个很重要 这是信念感吗 嗯 对 嗯 啊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 歌红人不红 或者是 人红歌不红 对 我本来写的是 歌红歌不红 是那个歌 你知道 这叫歌怎么样 那个歌 对对对 歌红歌不红 或者歌红歌不红 嗯 那挺好 你会选哪个 感觉哪个都不咋好 哎 当然最好是都红 但是如果说极端情况 你会更加选哪个呢 肯定是人红歌不红 嗯 我还是选歌红人不红吧 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我觉得他会选哪个 多红怎么样的 是不是因为版权收入挺高的 是不是因为版权收入挺高的 不是 不是 跟那个没关系 跟那个没关系 哦 我说 我这么讲 大家可以理解了 就是歌对于我而言 还是艺术作品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 传世的 是会 不管它是不是流行歌曲啊 名气这个东西 很短短 嗯 所以你鼓自己 还是想做艺术家 嗯 哎 我正好有个问题 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个了吗 你建议就是自己的歌就是被人说 比如说别人说你是土嗨啊 或者是说大家都都唱啊 然后就是那个神曲啊这种 你会建议吗 我一点也不建议 嗯 哎 如果说你是网络歌手 你会建议 建议 建议 我觉得挺 你会建议 你会建议 为啥 哈哈哈哈 呃 怎么讲 我也不是说 觉得网络歌手这个词楼 而我觉得网络歌手呢 很多的网络歌曲 它只是 即兴之作 神来之笔 哦 呃 真的 缺少很多 长时间的 磨练 然后和深度的思考 可能这个网络歌就是一个梗 近期大家喜欢一下 那么我的歌我不认为 就是 那种谈话一线的东西 所以我 还是比较耐 还是比较耐评 对 你得扎 你得琢磨 我比较在意这个事 嗯 主要你自己呢 假设你是要做艺术作品的人 选一个 快乐女孩给出一个答案 你想我以前啊 我可能会选歌红人不红 嗯 因为我会觉得作品很重要 但是你像我以前也写 也写那么多年嘛 就是我会觉得说 别人对你的人有期待 也是很重要的 就比如说你 如果你这个人获得了大众认可 你其实有更多的机会 去尝试自己以前没有勇气 或者没有 实力去尝试的事情 那么你的人生会多开很多扇窗 如果说你紧紧依靠作品的 品质 这个当然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作品 它能否为大众传唱 或者是所谓的红吧 它其实也是机缘巧合的 所以这个我可能会选 人红胳膊红吧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们把它转换 一个普世的问题 它比较像类似于 比如说你喜欢的工作 没有办法赚那么多钱 和很赚钱的工作你不喜欢 你选哪个 我一直都是 我不完全等同 大概是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 我选的都是薪水高的工作 因为薪水高 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你这是给家人创造生活对吧 不是 我是觉得 你看我比如说 我选一份不喜欢的工作 我这一年我吃苦 我就是再不喜欢 但是我尽职尽责去做 那我下一年 我可以停下 我可以去学习 我可以再去找一份 我自己喜欢的 就是我现在得生活 就是有了选择的权利 另外我现在发现 有时候不是你想的 就有一份工作 你觉得你不喜欢 进去干了以后 你会发现 找到成就感之后 还行 我又不喜欢薪水低的工作 谁喜欢薪水低的工作 但是比如说 如果这个问题要是问我的话 我是首先工作那个问题 我是觉得 只有你干得好 他才能薪水高 就是感兴趣才行 就是得喜欢 如果是不喜欢的 所以你就会选一个喜欢的 薪水低的工作 把它干成高薪 是这个意思吗 对 然后如果是薪水很高的 那个工作的话 我的性格 我的忍受力非常差 我肯定一个月工资都拿 就拿一个月我就走了 我的收入就是零 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不太能忍 我觉得这就是我难受的地方 我就是那种 我不喜欢我也能干很好 对 你就很厉害 因为你俩习惯受委屈 是吧 我的天啊 他不能受委屈吗 我不是太强 我不是太强 你不是太强 不是太强 你看有分歧了快乐 有分歧了 快乐产生了分歧 这终于有分歧了 终于有比你更美趣的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太强 我觉得我真牛 那就麻痹了你 对 易老师 这个问题 易老师 易老师也回答一下 咱们都回答一下 一会天天也回答一下 我做的工作 因为我以前做记者 我做了二十年 就是我们那会儿 它不是一个 不只是职业那么简单 它是个理想 对 所以就这个回答就没法回答 你骨子里是个rock 其实是 很摇滚 是很摇滚 天真呢 我肯定是以人为本的一个人 比如我做一家公司 是要牺牲我自己 去成就这家公司 还是这家公司 和这份工作 是我自己成长中的一个经历 我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就可以了 因为我见过很多企业的创始人 他们真的会为了公司鞠躬尽瘁 不惜耗尽身体 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 我觉得我去做公司 一定是因为我热爱它 我喜欢它 它是基于本身满足我 让我人生变得更丰富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工作之余我就是这件事情 那你是后来想开了 还是一直就是这样 我是慢慢理解 慢慢理解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我觉得一定是事情本身取悦了我我才干 我不会去取悦人跟事情的 但是这个认知真的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跟无数的撞击之后 你才会有底气跟自己说 我可以失去一切 只要我活着 就是我是为自己而服务的 就我跟叶老师有点像的一点是 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 就我们的自己其实挺清晰的 真是这挺奇妙的 人和人的成长 人和人的性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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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